大家好我是亮仔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CBA总决赛马上就要开始 辽宁队这边会进行怎么样的阵容升级 来用骑兵打败广萨队呢 接下来和大家分析一下 在视频开始前 麻烦大家给亮仔的视频点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就言归正传 众手周知 那么现在随着辽宁队以及广萨队都各自淘汰了自己的对手之后的话 双双闯进总决赛 那么在最后20号之后呢 他们将会迎来一个重磅的对决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 那么其实不管是对广赛队还是对辽宁队来说的他们对这个总冠军那个争夺的心愿的都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其实对他们双方来说在这一次比赛当中的肯定也会运用尽这个浑身解数了争取最强的阵容了 最意想不到的一些战术去争取打败对手 那么从目前来看 其实辽宁队这边的虽然说在过往的一些整体阵容的已经是比较完善 实力也是相当不错 最后呢凭借着强大的一些表现的打败了广东队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辽宁队这边呢也并非是没有短板的 可以了解到其实辽宁在内线这方面的话那么有两个老将的一些整体问题呢可能是比较严重的 那么主要就是韩德军这个老将尤其是他的问题呢比较突出 毕竟我们知道韩德军呢现在和阿联差不多呢年纪也是比较大了 那么整体的一些竞争状态呢相比较他的巅峰时候呢已经是下降很多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半决赛呢已经是基本耗尽了他的体力 很多时候呢有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所以进入总决赛之后啊整体的一些竞争格局啊包括这个强度呢会更加大 对辽宁来说如果说想要保持最好的名单的话 保持最好的状态跟实力那么可能韩德军呢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让其他的一些年轻球员来顶上来呢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所以从目前来看在这一次总决赛在即啊其实对广啊辽宁队来说呢 也不排除会引入两米一八的骑兵呢来突袭广萨队 代替韩德军呢组成三剑客帮助辽宁这边的内线实力大增去争取临峰广萨队 那么从目前来看这个骑兵呢就是朱镕镇了众手周斯其实在本赛季季后赛开始之后呢 那么其实朱镕镇呢基本上就没有太多出现过 因为啊有些球迷分析很有可能是下个赛季啊他要回归山东队 所以目前来看呢整个辽宁没有给他太多一些机会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那么在本赛季还没有结束之前 朱镕镇呢就一直是整个辽宁队的一员 他肯定的会继续为辽宁队去效力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不排除阳明这边呢很有可能压绍真元 把朱镕镇呢作为一个骑兵的话那么引入球队当中去争取呢在内线方面丰沛他们的实力争取在之后啊去打败广萨队 而且朱镕镇本身作为一个内线的核心呢实力还是不错的 如果说能够由他和富豪以及木兰德的组成三剑克的话 其实整体实力和状态可能要比韩德军也好像不少 毕竟呢起码作为一个年轻人在整体的一些年轻状态体力上面了 确实要比中年人呢要好的一些 所以其实从这方面来看那么其实朱镕镇呢作为整个球队的一个啊球员来使用啊作为一个骑兵来使用呢是完全可以去做了个选择 所以说实话其实对阳明来说确实呢有必要去调整一下这个内线的阵容情况 毕竟呢广萨队是一支同样是年轻力壮的球队 而且呢他们在各个位置上的话那么整体的一些状态呢要比辽宁队要好得多 据这样的情况下虽然说胡金秋呢没有能够出战总决赛 但是不管是孙明辉还是他们的外援呢等等的整体的状态表现呢都是不用忽视的 那么对辽宁来说有必要呢也去争取也最冰强马中的一套阵容呢去面对这个对手才有可能笑到最后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期待一下这场巅峰对决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